那刚才的部分是属于解析 解析完之后就刚才提到的 我结果分析也出来了 我各个知识点的人力提升也给你了 有非常详细的解答之后 我们刚才讲过什么 这个考卷你考70分 我要不要针对你错的那30分 帮你进行智慧配题 进行智慧配题的部分呢 还必须根据你上一题的答题结果 决定下一题的难易度 决定下一题的难易度 这时候智慧配题就是我们的验收诊断 诊断完成之后 根据学生这份考卷的经熟度 交叉的一个概念 交叉观念包含什么 第一你错的题目 第二我刚才讲过 30秒应该做完的 你花了将近两分钟才做完 这一题在系统里头的判断是你不熟的 也会列入在我们验收诊断里头的 智慧配题的一个重点 因此这里头我们把这句话练完了 针对本事测验的范围 系统将根据你目前的概念坚守度 进行智慧配题 这一次考试的结果 进行智慧配题 所以整个一个完整项来 才叫做一个完整的考试 或者这份考卷考出来70分 下一份再考一个75分 再下一个考了80分 有意义吗 你知道一学期要考两三百张的考卷 成绩还未必会好 就是因为少掉针对他的需求 做智慧配题跟验收诊断 好 因此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 重元奇迹最主要的精髓 在世心化诊断系统 完全是因为他提供了 一对一的个别指导 小朋友的学习绝对要 一对一的个别指导 一对一的个别指导 还要有很强的老师 针对他的弱点 针对他的教学热忱 帮他做分析 帮他做记录 他每次考试的时候 每一题旁边都要记录 你花了20秒 你花了30秒 你花了两分半 你花了两分钟学完 这时候一般老师做不到的 但是系统跟电脑 本来就有这个技术 为什么不把这个技术 应用在减轻小孩子 读书的负担上呢 而且读书效果更好